走进云林卖辽拱饭宫 浓郁的香火扑鼻 振振的快木飘香 传统的庙语正诉说着国宝及古迹的历史 从神桌到梁柱 从神教到窗林 细致的木雕工艺 将匠人的精湛手法展露无遗 而目前拱范工的木雕修复及新创 接触自于张旭辉老师之手 张旭辉老师曾经在2016年底 获云林县文化处提名为木雕枣花技术保存者 参与许多国定古迹修复 也从事各种的寺庙雕科 他长年的历练成就今日高超的技术 我刚才一直学木雕 也不是直接就来学寺庙雕科 我刚开始学木雕是去台北 去台北是学雕科 不过雕科都是科一些匾额那一类的 匾额那比较没有什么既视性 也不是说他没有这个精细 我的过程我就是说先去学匾额 然后再去学慢慢进阶就对了 然后去台北万华西岩路那边有一些比较平面雕的东西 那比较平面而已啦 我就是学 反正学到这种东西就慢慢觉得这个没什么 我就会想说再进阶再进阶 所以说我慢慢进阶慢慢进阶也做到寺庙了 学徒的工作刚开始都说做一些砸碎的工啦 当然一下子就要学画图什么那不可能啦 你看画图这种东西就是要靠你平常你自己找时间 还有你平常工作累积下来的看多了 你慢慢去按原来人家画的你去学着去画 我也是靠平常空里的时间 我们自己拿以前我师父他们的原来的原稿 看着画跟着画 这一张画不行换下一张 我们像我们现在是因为我们做多了 工作已经做了很多了 所以我们脑海里比较有放了比较多的东西 提到自己热爱的木雕 张旭辉老师如数家珍 不但像我们展示作品 更仔细的为我们介绍作业流程 从严谈中便能让人感受到张旭辉老师 对木雕的热情与老练 除此之外 木雕技术的细致与精美 更是让人体会到这项工艺的艰难之处 画出来你就顺便那个储寸 要定出来 然后让木工就可以 就按照这个指寸去施工 子庄是木工的去组装 我是先会设计给他们做 要思考要画什么东西 有些东西就是 你要先想好你要画什么东西 然后才下笔 想题材最难 有时候你转不过来 你一下子你带在那边 你没办法画出来也不一定 用铅笔画的还不是要定按下去的 铅笔只是先一个轮廓下来 然后再用铅字笔把它再修够 我画出来 然后束缚它就会跟着 我画的上下层去把它雕出来 随着时代的演进 台湾传统寺庙因为许多缘故 而使寺庙木雕产业大不如前 比如经济方面 自然使木雕技术缺乏心境 目前台湾的市场 大多外包给中国或是越南 以低廉的成本和价格制作 却无法维持品质 现在庙宇很多 目前台湾的很多这个雕刻的东西 大部分都会从大陆 越南从那边进口过来 因为那边的工资也便宜 还有他们材料 挤得也比较容易 我们台湾现在木材都管住了 没办法 而且台湾的都很贵 庙方大部分都当然他们会选择比较便宜的 现在只剩下是比如说像古蹟维修的 这个没有到现场来做那没办法 还有一些 有些庙还是会注重我们传统文化 他们会注重我们本土的记忆 他才会叫我们去做 如果有一些说他们只顾着要说要便宜就好 当然他们就不会考虑那么多 都从大陆越南那边进口 品质当然有差啦 你木头方面还是台湾的比较好 还有记忆方面 因为你在这里施工 你可以量身定造 你可以 庙方也可以说你在做 他们可以当场监督你做的品质 当然这个当然是有差啦 只是当然我们叫他们做的工资可能会比较贵一点 不过看庙方他们对文化这方面有没有重视 台湾的寺庙木雕 台湾的寺庙木雕拥有独一无二的特色 对于国家而言 无疑是珍贵的文化资产 若传统技术无法继续流传 将会造成台湾文化的一大损失 目前正在从事木雕工艺的工匠们 年龄层也缺少年轻时代的加入 传统木雕正在面临失传的危机 有时候我们在做的时候 他也会过来指导 他很有才华 然后他会提西后劲 他工作很就是比较会让我们有 就是吸收一些新的东西 我也是有土地 有西亚也是也有在做这个救命 而且我的土地现在有的也不错 他们也是在监狱里在教一些球案那些 对啊 只是说那些都是以前的 没有现在已经没有要人在写了 现在我们台湾到目前为止 这种工作快要断层了 已经没有年轻人想要学这个了 还有我们也不想再教了 没有那个市场 你没有市场 你教了反而是害到别人 我说教了是误人子弟 张旭辉老师也笑谈 虽然目前手上还有满满的工作 但如果可以的话 希望在未来能够成立自己的工作室 从事更多自己的创作 秉持着学无止境的精神 在木雕这条路上不断的自我突破与更新 帮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